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起这个驼背 就是我们叫脊柱厚吐 就是平常后边鼓一包 后背鼓个包 这种侧弯 咱们侧弯的同时 脊柱的结构是个立体结构 在侧弯的同时可能会伴有厚吐 不管是先天的测弯还是特发的测弯 严重了都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 但是一般咱们所说的驼背 可能都不是很严重的这种 一般来说 可能还是跟习惯姿势有关系 所以轻度的这种 还是通过平常姿势的注意 让孩子挺胸抬头 反正这些姿势的注意 可能就可以改善 只是有些确实明确的测弯 不管是先天的还是特发的 或者其他因素的 有明显的测弯或者明显的厚吐 还有一种就是叫 修门式病 就是脊柱厚吐 这个病因也不是很明确 就是会出现脊柱的厚吐 激情 它可能没有测弯 这种来说 平常注意可能就没法完全控制 有些时候可能是需要手术来改善的 单纯的驼背或者是轻微的厚吐 可以通过一些支具或者是一些背带 可能能改善 你像有时候有叫鹰姿带 就是促进孩子那个双肩往后背来挺胸 这种可能会有一些帮路